李克轩,你朋友燕老八穿越到了规则怪谈世界,请把他生存下来 怪谈世界是我穿过的最危险的世界,死亡率那是嘎嘎嘎 老八呀,一切行动听指挥,听到没?怪谈场景,无人寝室 请务必遵循规则,并妥善处理不断发生的随机事件,活过今晚 规则一,你有三名室友,你的室友不会在桌子上睡觉 规则二,十点熄灯后,若听到有人点名,不要回应 规则三,不要随意和室友争吵打架,不要询问问题,但可以聊天 现在几点了,夜晚九点三十分,先跟他们聊天 注意啊,跟他们聊天不需要有实质的内容 只需要记住他们的省线、语气和俗话方式 因为这第一条就不太对劲 五人寝室,你只有三名室友,说明这里头还有其他人 可能你看不见,但他就是你能不能活过今晚的关键 严老八跟三人聊天,他们都是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 一个叫做景田南产,一个叫做巴巴霍利塔姆 还有一个叫做金字大,哦,划三半啊 行啊,聊几句赶紧上床,尽量别处动静 哦,九点五十分左右,巴巴霍利塔姆在健身 景田南产在看电影,金字大在浮岸学习 但他看上去很困,摇摇欲坠,眼皮似乎越来越重 他将书扣在桌子上,想要趴在桌上睡觉 老八听我的,下去给他个比的 燕老八很害怕,因为规则三上说不要和室友争吵打架 注意他的关键词啊,说的是不要随意争吵打架 但没有禁止,但是如果你让他在桌上睡了 那你就会少一个室友,因为规则已说得清楚 室友不会在桌上睡觉 第五个人现在就在这个五 他在试着一个一个影响你们 燕老八冲下去,打了金字大一个耳光 金字大顿时惊醒,起身又和燕老八冲突 巴巴霍利塔姆出来劝架 看着巴巴霍利塔姆满身肌肉 金字大乖巧的回床上睡觉了 嗯,还得是三哥呀 保护这个队友啊,很可能是帮咱们通关的关键 规则四,宿舍内的镜子属于私人物品 不要乱用 规则五,熄灯后尽量不要出寝室 但如果有室友让你陪他上厕所 则必须答应他 规则六,如果在厕所遇到有人敲门 请屏息静止,等待脚步声离开 十点整,熄灯了 整栋大楼陷入一片黑暗 此时外面响起了脚步声 有人敲了敲宿舍房门 开始喊几人的名字 噓,别自声啊 当喊到燕老八时没有回应 外面的点名声逐渐暴躁了起来 一遍一遍的重复 金字大催促燕老八回应 燕老八直接将被子蒙住脑袋 在被子里瑟瑟发抖 幸亏外面喊得不是一块去烧烤此羊球啊 点名声戛然而止 脚步声逐渐远去 但是景天难产却说他肚子疼 想要上厕所 此时只有燕老八翻来覆去还没睡觉 他便请求燕老八跟他一起去 燕老八询问你应该怎么做 答应他呀 那规则不说了吗 这种要求必须答应 但燕老八非常恐惧不敢去 你注意那个规则的关键词 说让你答应 但没规定答应就得去 你假装下床 但就说自己脚崴了 让他自己去 燕老八照做了 景天难产 无奈只好自己前往厕所 但他刚离开不久 大巴霍利塔姆也说自己肚子疼 想去厕所 让燕老八陪他一起去 这个得去啊 这个小子必须保护 因为他可能会保护你 答应他 燕老八下了床 跟着他母往外走 等等 先别动 你看看那个镜子搁哪里 在宿舍门口的位置 你俩蹲下走啊 别让那个镜子照到你俩 规则是说了 镜子属于私人物品 但没说是谁的 万一那个镜子是第五个人的 你们出现在镜子里 那在你们那一刻 就是镜子的一部分 也就是所谓的私人物品 燕老八拉着他母 他在地上慢慢爬出了宿舍 哎妈 蹲下就行啊 大半夜的你俩搁地爬 还有比你俩可怕的东西吗 到了卫生间 燕老八突然也想上厕所 于是也走了进去 等会儿啊 你上卫生间可以 但千万不要关门 规则六说会有人敲门 但是只要你不管门 就不存在敲门 所以敲门的人就不会出现 燕老八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开着门上厕所 但巴巴霍利塔姆 却悄然出现在身后 他说看见老八的第一眼 就很喜欢开马 千方万方啊 没仿度三哥的兴取向 哎呀 你自求朵福吧 就是这种公众的东西 的nik permitted 你真的不断 我赶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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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